人工受精的弊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郑鹏生 闲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升职医学科主人医师 这个人工受精不能说是弊端 人工受精它是你没法控制有些事 好比说这次我给这个人出牌了三个卵 你这三个卵哪个怀你不知道 这些让他怀的时候 他会不会公愿于你 你也没法决定 好比这个人这次总共有十个卵八个卵 就三个成熟卵 当你做的时候这三个卵可以怀孕 别的卵会造成一些过度刺激的可能性 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 人工受精就是说你不是把卵拿出来 我这次可以移可以不移 移上来以后假如卵子过多 它可以过度刺激 早期的过度刺激 就是说卵泡成熟的时候就有过度刺激 再一个它要怀三个 你要做四管我放两个 它最多怀两个 放一个它就最多怀一个 而人工受精的时候 它跟你卵泡素的不一样 所以它怀的数目你没法控制 现在其实做人工受精有则的危险度 被四管还大 因为你没法控制 它能怀几个 有种人工受精神的